欢迎回来 时尚品牌Louis Vuitton跨足艺术展览 他们花费台币43亿 在巴黎打造了一艘有15层楼高的玻璃船美术馆 这里使用玻璃帷幕将美术馆跟户外的美景结合 室内的空间设计也充满了时尚感 巧妙结合时尚与艺术 一艘15层楼高的玻璃船好像准备洋帆出航 套资超过台币43亿 运用3600片玻璃面板 它是LV即将在巴黎落成的美术馆 首先是楼高的玻璃 比起来一般的建筑 有空间和硬的建筑 可以做光的 可以做木材 可以做艺术 特别的会订阅 特别的 白痴 当然也不是很高的 有国际知名建筑大师Frank Gehry操刀 LV美术馆坐落在巴黎以西 市郊著名的游乐场公园 玻璃外墙凸显美术馆的设计概念 拔地而起引入室外壮丽颈致 自然景观和建筑物融合为一 通透清零的墙面将建筑物融入优美自然的环境当中 让参观者好像游走在梦想跟现实之间 整个展馆总面积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 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空间设置了多个展览厅 分别展示永久藏品和举行艺术展 馆内另外设置小型展览室 展出馆方特别委托制作的艺术装置 参观人士可以参收在不同的展览厅 馆内还有一个大礼堂 除了当作展览场地之外 还可以举行文化跟表演活动 LV美术馆即将在2014年10月27日开幕 这个时尚界龙头品牌准备引领艺术潮流 LV美术馆